当我们挖矿能挖出野生的Dream 那会发生什么呢 兄弟们今天我们来挖矿 哟旁边的矿坑里面就有个特殊矿石 那还不赶紧掏出你的精致小铁岗挖起来 挖了这个矿之后 我们就会获得一组神仙增益buff 夜视速度生命提升一条龙斧 完了还会给你一把神仙剑 效果是被砍中的怪物都会飘上天 好东西啊 不过这东西挖出来之后 还会出现一个对应头像的主播 攻击力一般般 我去这苦力派也太多了吧 我看到君方块了 哪儿 你逃顶 好脚 这眼神可以啊 那可不 我的眼睛是24K纯太合金打造的 能不闪吗 确实 都被闪瞎了 还会闪就有鬼了 这玩意儿挖了之后呢 就蹦出一只野生的Dream 速度奇快无比 一下就糊到我脸上了 幸亏我没有吃到他的仇恨 翠 脆皮一个 哎呀 这个附魔的Dream斧 攻击力看上去很凶残啊 那可不 虽然只有12点攻击力 看起来Jim也就这样嘛 哎哎 千万不要小看Jim嘛 他是典型的皮脆功高型生物 来 看这里的俩Jim胖 挖出来的时候 以为Jim会卡死 结果他突然窜了出来 我大意没有闪 被他连砍三刀 差点去世 有点凶残力啊 之后 我一路过关斩将 找到了一个魔子中的 另外几个主播方块 又是不认识的主播 眼前这个奇妙的西装男子 会给我们一个雪亮风衣buff 还有一组工作台 哎呀 那边有个方块在亮哎 这个也是主播方块 击杀之后呢 会给我们一把手枪 和一组精力子弹 我们让Jim来试试威力如何 一枪秒杀 Jim不是太变了 最后呢 这个魔子中 还有一个究极离谱的方块 感觉像是个妹子 挖出来之后呢 他会送给我们 一整套的下界合金装备 这个主播的脑袋背后 居然画着一个 哭泣的墨影龙 哦 那他一定是邪恶的老龙转世 来 我们送他一程 那么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 用这些装备打墨影龙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这枪打墨影龙伤 还不行呀 哎呀 这骨头伤害虽高 但砍不中 有点糟心啊 最后还是拿枪打死 那么最后收尾吧 好了 本期视频来所用的模组 为Jim方块 由于是刚出的新模组 方块生成上面 有一点小bug 后三个主播方块 的生成概率啊 太低了 喜欢的观众 可以自行搜索 下载来玩 那么我是阿阳 我是小月 我们下期再见